点个赞 神经 血管 淋巴 骨骼各个系统 很仔细的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档案 整个数位的解剖台 我们着重的点都是在医疗科技 怎么样去辅助学生或者是学辅助老师 在医疗教育上面的帮助 课前他们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一套系统做复习 课后你也可以做课后的复习 甚至建立资料库以后 我们未来可以有临床老师 他也可以利用这一套做教学